法甲摩内哥俱乐部官方宣布,雅尔迪姆将不再担任俱乐部主帅一职,现在即至今,摩内哥在法甲前九轮仅取的一生三平五负,位置倒数第三。 自2014年夏天即将摩内哥以来,雅尔迪姆在过去四个赛季,都率队杀进了连赛前三名,尤其是16-17赛季,雅尔迪姆率摩内哥夺得法甲冠军,大破大巴里垄断,欧怪赛场他们先后淘汰曼城和多特,杀进四强。 在此期间,摩内哥不断制造新兴,高价出售,穆巴佩,贵尔纳多,马赛尔,法比尼奥等都是代表性人物,尤其是近三年,摩内哥出售球人赚得了7.65亿欧元,开成欧洲第一黑点,作为摩内哥的主教练。 我一直都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,第一层面当然是球员,而第二层就是战术体系,在没等国际比赛日开始,他就要先行离开了,但雅尔迪姆的青年精卫军给的世界足坛,刮起,的青春风暴会被人记住。 目前多家媒体报道,距离摩内哥率位最近的是,埃森纳传奇,摩内哥青血出品的D.I.亨利。